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同时那扎工作时也出面说话 造谣无成本 反对网络暴力 虽说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有说是这女的想红想疯了 有说她是郑爽请来的黑粉 又说唐人对渣渣是真爱 有种让那扎的演技力压舆论啊 不过最靠谱属这个 据说王姑娘自称是郑凯粉丝 前段日子凯凯力挺那扎 帮忙宣传自己设计的吐鞋 结果因为招黑的渣渣关闭评论 黑粉无处可骂 屋里凯凯躺着中枪 爱的微博彻底沦陷 王姑娘当然狠之入骨 可说到底 这个比群演戏份多那么一丢丢的十八线 究竟和哪扎什么仇什么怨 要摊上唐人的官司 幽杰本着还原事实真相的原则 开发事情经过 可发现原来里面大有玄机 二十日晚 王美心毫无争扎 微博公开喷哪扎 没演技靠炒作 你我不共带天 虽说网友质疑 从哪冒出来的喷子 但四十八小时后 王小姐再次发文 直指那扎不要碧脸 北京双井卖银 插足张汉郑爽 请水军炒作三宗罪 虽说对于这种强行碰瓷的行为 网友表示 请问你跟郑爽很熟吗 你为什么这么清楚两万块钱的事情 可王姑娘始终死磕 身正不怕影子歇 尽管放马过来 而在二十二日唐人发声明后 王美心也是强行给自己加戏 申明你个妹 有种来个新鲜的 还顺便发了个广告 这商业头脑 要说这位姑娘到底何方神圣 微博街上某公司经纪人 可百度百科却写着 王美心 95年生于长沙 演员 模特 歌手 曾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 形容她的标签 惹祸身材高贵气质 宅男女神 可是妹妹的微博粉丝只有四千人 平日里手里端着螺蛳粉和煎饼 却开着马萨拉蒂 真是勤俭拼搏的好骚年 对外宣称 接了不少广告 参演了不少影视作品 其他没听说过的广告商就不说了 雅诗兰戴兰扣这种国际大牌 姑娘确定请了你 确定不是当站台模特吗 至于热门影视作品 大酱油的身影没见着 微博里更是没有一张片场照 因为她流出的所谓剧照 都是PS7 除了有景天 最著名的就是电视剧 唐公燕 刘新忧的照片 居然毫无违和改 甚至连卑鄙的活动图 她也屁过 不过尽管被骂炒作的心无处安放 妹子还是要随时弩刷存在感 就连别人骂她的微博 她也点赞 智商感人 与此同时 王美心的小号也被网友无情戳穿 居然是专业抹黑明星20年 在黑哪吒前 其实范爷就是常客 更可怕的是 早在半年前 王小姐就开始了黑哪吒的猛烈攻势 还曾表示 感觉每次黑哪吒都能上热门 优姐别的就不说了 别用廉价的网络暴力 去释放自己一个 颅色无处安放的愤怒 妹子很有勇气呀 小心躺人真的会代表哪吒来消灭你哦 最后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再来 数数那吒小姐 已经因为黑粉上了多少次新闻 偶像来了因为黑粉哭 被姐姐和黑粉开骂 金英女神被黑粉骂没资格 直播骂黑粉 因为黑粉关微博评论 如果那吒是为了黑粉而生 截止希望下次看见渣渣的新闻 不再是与别人比美 而是用作品让我们闭嘴 接下来是娱乐圈 已经如此的艰难 我却偏要拆餐的放点猛料 求婚不断 头条不止 自从搭上爽妹子后 屋里冰冰上头条频率 激增百倍 最近有媒体称 群众巴厘岛某豪华酒店 偶遇胡彦斌 胡彦斌微博巴厘岛的视频 也从侧面印证 此豹尿不假 那么胡彦斌究竟是不是 在和小爽浪漫度假 让无数粉丝陷入了沉思 哭晕在厕所的小爽粉 纷纷喊话 千万不要是小爽 不过随即有网友爆料 胡彦斌是某对新婚夫妇的嘉宾 照片中并没有小爽出镜 爽妹子粉丝刚从口气 却意外迎来更劲爆猛料 某微博大号称 粉丝爆料 正爽胡彦斌已订婚 爆料的群众称 自己朋友是正爽经纪人的朋友 喝多了说的 还说爽妹妹是野心 像在娱乐圈赚够前后隐退 这也是小爽当时敢做堂主 背后女人的原因 厉害了我的群众 幽姐独五毛 看你来自北京朝阳 粉丝集体反对 正爽是被下降头了吗 什么要跟胡结婚 小爽结婚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我爽二月解约天狱后 经纪人职位由爸爸担任 谁家爸爸舍得这样背后黑姑娘 林更新 林更新 临时的女友总是更新 继早前曝光的网红女友后 近日有爆料称 林更新的女友再度更新 这次被情圣相中的妹子 是早前与其同剧组的女演员孙伯 二人被趴到一同回林更新 沙阳的家中拜见父母 我的天 看着情况 小新这是要安静下来 准备结婚了吗 哪儿呀 就在孙伯与林更新交往期间 媒体还拍到 孙伯与剧版白路远的副导演 王瑞环也在约会 又是出门接送 又是一同逛街 又是一同会友 种种迹象表明 二人关系绝对不一般 此外 更有传闻称 王瑞环一直对孙伯疯狂追求 看来 此姑娘也在男神与备胎间摇摆不定 但估计这次爆料后 她的目标就清晰了 只是不知道 此刻被脚踩两只船的林更新 心情如何 但常言道 要想人生过得去 生活总要有点绿呀 一整或者没整 那张脸就在这里 如今 贝比的脸已然成为了 瓜友的常年话题宝 总有群众喜欢找出其整容的细节 最近 贝比准妈妈 为了安心待产归隐家中 但怕粉丝太过响夜 22日傍晚 贝比以晒自拍的方式 与网友互动 但万万没想到 大批网友纷纷指着 贝比的鼻梁大喊 快看贾比又发光了 但优姐我定睛一看 这块鼻梁 好像确实亮得有点不自然 得了 这下次贝比又是有的忙了 到现在优姐算明白了 拍照 人丑看角度 人美中打光啊 鼓动乾坤 开机之前就已经话题不断 现如今刚开拍不久 又引起网友争议 又剧组相关人员爆料 杨阳最近在向山拍戏时 连用三天提身 自己并没有出场 有神秘人士统批 称灰三观打脸 并质问杨阳 还怎么在娱乐圈立足 那您 用提身是要离开娱乐圈啊 优姐读书少 你不要骗我 多大个事啊 再说要是退 也是离风先退 那轮得到我呀 无动乾坤的导演 可是圈里 以严格主称的张黎 要不是拍摄需要 或者演员受伤 就用提身 黎叔早就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了好吗 至于爆料杨阳和女主 张天爱有暧昧 网友的评论简直亮了 那三天提身 说不定就是因为 要跟女主拍尾戏吧 王虎筹备已久的新作 八百壮士 将于明年一月开拍 还有不到两月开拍 演员和角色自然基本定了 之前与广虎合作过 老炮的李一峰 客串的TFBOYES 团员易烊千玺 都在新作里继续合作 除了新加入的软晶天 这原版人妈里 怎么不见吴亦凡的身影 网友纷纷议论 称可能是小Gina事件 让吴亦凡形象受损 解决的话也不能这么讲啦 说不定杨千玺取代的 不是吴亦凡 而是冯小刚呢 同是天涯轮路人 点赞何必曾相识 18日有网友发文称 每个男生 好像都要犯一两次错误 马容一个人 扛欺女性出轨的这面大吉 并at文章刘凯薇 成和黄海波四人 神奇的是 文章同学18日 不仅亲自点赞 直到昨日23号网友发现时 此赞还存在 真是要搞事情啊 网友留言称 点赞别人同时 也是为自己申诉 声讨声不断 文章点赞话 几瞬间排在热搜No.1 与此同时 此赞默默从文章同学微博消失 莫非又是手滑 而且滑了好几天都没有发现 哎 出轨的男人 只伤为负啊 不管惺惺相惜 还是手滑六天 尽管你们这样折腾 出轨这词 想不成为今年年度热搜 都难哪 黄晓明跟Angela Vivi呢 一直是话题制造家 从什么时候结婚 这个什么时候怀孕 孩子性别是什么 各位网友真的是操碎了心 今天黄教主来做客 聊聊他的工作 以及在家里面的第一位 黄晓明开始放胆说啦 网友们就曾用大量照片指出 黄晓明身高根本没有达到 自己所说的一米七九 而黄晓明脚上所穿的汗马保鞋 也起到了一定的增高作用 冲略 有职业的人多了 您算老几个 就是习惯 就无所谓 我觉得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有质疑 是不是 就说完了你今天你吃个萝卜 你还以后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吃萝卜 你干嘛放着肉不吃去吃萝卜 那这真的是没办法 你不能堵住别人的作用 做艺人本来就是要承受压力 就是你的义务 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蠢的人 因为蠢到身处自然盲 我的老年份比较多 经常会有人过来说 我妈妈很喜欢你 我奶奶很喜欢你 对所以我们是不同层次的 这个人 你没得平衡 我觉得人就是只有一个 我没得平衡 你选择了做事就是做事 所以像我们就尽量选择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我把大部分时间安排在 比如说他在上海 我就把大部分工作 课余工作都安排在上海 那拍戏我们现在都在同一个地方拍戏 就是这样子 就有空就在一起 时间都是自己长不出来 我有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不太愿意 但是我觉得要看他自己的选择 人生是自由的 黄博说了 从我的孩子出生那一刻起 他就把他给签下来 所以也就意味着注定了 黄博要对他负责一辈子 就我将来的孩子 他就开始付钱了 他说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开始付钱培养他 这会用混管 我从来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与生俱来就是比他低 没事 别说话别有话好好说 这个大家最爱的三小只当中的 一阳千禧呢 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回看一下这个王源 王俊凯他们过生日时候呢 粉丝应援 实在是铺天盖地大阵仗啊 从包机包地铁到这个时代广场 据说还要跑到月球上去应援呢 实在是太夸张了啊 那这一次一阳千禧过生日 又会有怎样的大阵仗 另外我要感叹一下啊 粉丝们实在是太有钱了啊 大家不妨来猜测一下 来 新闻到点个环节 这个明天的云 从个大早早上好 虽然ID被盗 但是还是每天在电脑前 准时收看早八点 最近呢又被老妈逼着去相亲 哎呀 把杆子打不着的亲戚朋友 都要给我介绍 我要崩溃了 想点一首终身大事 希望那些七大姑八大姨 多关心关心国家大事 少关注我的事情 这位朋友 这个云朋友啊 跟涛嫂最近的遭遇是比较的贴气 还好涛嫂 一个人来到北京北漂 所以呢 父母管不着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找一个对象吧 现在找同事上也很难 对不对 啊 随眼随眼随眼 哎呀 下一位 这个nice佳莹 涛嫂 涛嫂 现在真的是 在北方的艳阳里冻成狗 点手欢快的歌曲吧 I'm yours 真的啊 虽然这两天北京是艳阳高 但是这个气温实在是太低 出来就是汪汪叫冻成狗 我觉得能够符合跟抵抗现在寒冷的歌曲 应该是火吧 我就是火 我就是爱音乐 我忘记我的歌声 下一位 Cry Star Baby 1227 村哥大嫂点歌点歌 上海最近又是降温又是下雨 心情特别不好 给单身狗一些温暖吧 我想点一首花花的 Here we are 点中 点中 一定要点中 真的大家在天气如此寒冷之时 一定要注意保暖 很多的女生我去三菱团的时候还露着腿 请你多穿秋裤 好吧 秋裤 聊到秋裤的话 不知道各位冬天会不会穿秋裤 不管男生女生都来分享一下 反正掏扫打死都不穿 好了以上三首歌 大家想要听到那首歌赶紧来投票 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举 再一起另外扫一下屏幕当中的耳环 了解到乐圈当中更多的娱乐资讯 我是任涛 明天早上八点全乐 早八点 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